待人处事记得 谦虚是智慧的开始 退步其实就是向前 我这辈子走了四十年 从大学一年级到现在四十多年 我对那些攻击我的伤害我的 都心存同情 对于支持我的赞叹我的 我来随喜的 我都随喜的和长让大家欢喜 顺利二进都是菩提 名利对正德圣果来讲 都是如同福音的不实在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如如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什么是佛法 生命由自己掌控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归于佛 就是归于你的清净觉性 归于法 就是归于你自己的般若智慧 归于身 就是和和 就是无真 就是你心中 和和无真 就是深切 自信不归于你 归于哪里呢 归于佛 归于释迦牟尼佛 佛已经入涅槃 归于谁啊 这是事项来讲 感恩的心 并没有错 归于法 归于三藏十二部 那十二部摆在那边 又不会说话 如何开波勒智慧 归于身 身 我们没有生活在一起 对不对 生活在一起 那身切 是身切 你是你 佛法是怎么样让你真实的受用 一切法 真实的受用 都必须在清净自信里面展现出来 这才就是真正的三宝 才是真正的佛法 归于佛 归于自己的清净自信 归于法 归于自己的般若智慧 归于身 就是归于你自己的和和无真 这才是真正的